深夜快十一点突然出现一大群人 有人拿安全帽 其他人拿球棒 就在大马路上追打这名白衣男 双方人马你追我跑 把马路当成格斗雷台 其中一名穿短裤的女子 站在旁边不断大喊朋友的名字 疑似想帮忙劝驾 目击民众看到这一幕 全部吓到不敢往前 就怕被波及 地点就发生在新北市三峡 一处路边旁边还在新盖捷运工程 这群扼煞就在这里爆发冲突 被路过民众报案 但警方到场时大火已经离开现场 警方刚开始一度以为是感情纠纷 事后调阅监视器追查动手扼煞 结果先在案发地附近 找到一名受伤的17岁少年 将人带回派出所厘清案情 原来他和另外一名16岁少年 在网路上留言互呛 对方说要约出来谈和解 结果双方都各自找朋友来 还带囚棒辣椒水到场驻证 七名未成年和两名男子被通知到案 被依妨害秩序 伤害罪移送 并通报少年队 由于暑假即将来临 警方也启动青春专案 加强夜间巡逻 避免少年街头暴力再度发生 TV新闻高者 黄迪曼新闻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